嗨,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端午节走过的一条路线 辽司台至白铺寺到东坨环线 路线和停车都是免费的 我们来的时候导航的是辽司台公交站在昌平刘春镇 到了目的地,路右边有小片空地可以停两三辆车 左前方拐弯栏杆处能看到牌楼 从栏杆处下小土路开始徒步 前段是林荫小道,基本无爬升,也不晒 两公里出林荫小道上大雨冲毁的大沙土路 大沙土路走300米左右到黑猪养殖场 穿过去再走400米左右就到玫瑰小院 这里可以吃饭喝咖啡,是休闲度假的地方 车也是可以直接开到这里来玩的 从玫瑰小院一路下坡,大概走2.3公里就到白铺寺了 白铺寺位于门头沟雁赤镇约白春北的京城山下 是一座建于辽前统初年的古寺 坐北朝南,曾毁于天灾人祸 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为重建的 白铺寺建筑设计别具一格 不少佛像是建在室外或者建筑的屋顶上 佛像的造型夸张,雕工精美,视觉冲击力非常强 自身其中仿佛是走进了玄幻的世界 2003年,白铺寺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七批市及文物保护单位 出白铺寺之后,往下方一停车场穿过就开始大爬升了 爬700米左右就上到山脊 但到这里还看不到东坨山顶 要爬到木之所及的最高的山间 东坨才出现在眼前 山脊途经一段临牙路,比较危险,要小心 东坨的海拔大概是819米 路线不用上到山顶 到它下方的压口就开始一路下山了 从出白铺寺到压口大概爬了1.8公里 刚下山有很短一段陡坡路 后面就比较舒服了 大部分路段也是有遮阴的 但是有几处灌木虫还是比较茂密的 千万不要穿短裤哦 压口下山走了3.5公里左右就到防火道了 后面沿着惬意的小道再走几百米 就回到停车的地方了 我们的走法不适合夏季 山脊路段暴晒容易中暑 有朋友提出一个很不错的走法 起终点改为白铺寺 这样早上到了白铺寺先参观寺庙 还逼开了人群 开完寺庙就开始爬东坨山脊 把最难的路段放在了开始经历最好的时候 还避开了中午最晒的时段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路线有一些强度 需要有徒步基础且不恐高 夏季要做好防晒防鼠防虫防蛇带足水 一定要爱护环境把垃圾带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